哈喽大家好,我是P徒,會調殺哈會緊 什麼鬼 醬,大個包裹的 哪裡寄來的喔 喔,好像是TikTok寄來的喔 這樣我們來一起開,看裡面到底是什麼好嗎 這個就是從TikTok發來的神秘包裹啦 你看那個包裹的尺寸 差不多都有我半個手臂 看著這個包裹真的是無從下手 不懂得要怎樣開 我們用一下摸法 這樣子就搞定啦 打開裡面,原來還要拆多一層 它這樣包著,弄得我更想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 它外面包了一層盒子 然後裡面還要包一層那個泡泡 泡泡紙是嗎叫做 所以就用剪刀慢慢的拆開 因為很少包裹,你會看到 它會外面包了一層 然後裡面又再包多一層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黑色的箱子了 這小箱子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沒有被住什麼都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所以就慢慢開了 一旦究竟裡面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開的也比較小心翼翼 怕會弄壞裡面的東西 開到一半 誒? 不懂有沒有錄到呢? 查一下先 原來是有錄到,我們繼續開箱 因為這樣神聖的時刻 哪裡可以失去呢? 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誒? 哇,再看到它的圓形了 然後盒子丟掉 就可以看到 哇,原來是一個獎牌咧 很多包子哦 是一個TikTok logo的獎牌 就拿出來 慢慢拿出來 哇,你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就是TikTok發給我的一個神秘禮物了 原來就是這個獎牌 上面還有我的名字哦 David Duder 它上面是透明透明 看起來是蠻高貴一下的 我是覺得這個獎牌的外觀其實是不錯啦 你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可以留言告訴我 到底是它是很好看還是很醜 這個就是TikTok給我的小小禮物了 其實這個獎牌他們幾時選 或者是你需要做什麼 來達到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其實他們發過來 我沒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知道這個包裹到我家了 我才知道有這個包裹 誒? 我們就來欣賞一下這個獎牌好嗎 誒? 有一點骯髒啊 看到嗎? 這個就是我名字 David Duder Content Category of Education TikTok Malaysia Popular Creator 2 2021 所以它這個獎牌就是這樣子的啦 透明的 看到嗎? 其實也蠻好看一下 它又沒有寫是好像得到500K 或者是1Million這樣子 它不是勒 這個應該是他們 我覺得是他們自己選出來的 因為其實我在他們的Education這方面呢 是蠻久了 我在那邊 因為我玩了 我第一個影片發是3月28號 有錯的話 2020年3月28號 然後現在已經是2022年了 那是我第一個視頻啦 我玩TikTok有兩年了 可是到我真正 就是好像有Followers了啊 那個時候應該是幾個月過後 所以應該算是1年半啦 1年半咯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就啦 所以這個就是我可能會放到後面那邊 就這樣啦 如果你要拿這個獎牌 哎千萬千萬你不要問我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真的 我能說的就是 如果你要在TikTok這個領域發展的話 你可以看我這些視頻 我已經有好幾個視頻 教你如何長粉 如何增加你的流量 等等等等之類的教學 你有興趣的你可以看這些系列哦 最重要這些影片都是免費的 不用錢的啦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應該是這樣了 有點短了好像 可是沒有關係 這個只是一個純粹開箱 一個從TikTok寄來的包裹 也可以給我順便記錄一下我的生活 也有這樣的東西出現的 不像Instagram玩了這麼久 一條毛都沒有啊 好了最後說一下 感謝你們的支持 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我應該就沒有這個東西的啦 你們是從TikTok來的嗎 如果是的話 就真的感激不敬 謝謝你們一路來的支持 如果我的TikTok或者YouTube 沒有你們看的話 我就應該不會做到今天的 所以真的要跟你說一下 感激不敬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想要問我的話 你可以在留言下面問我哦 我會回答的 我都會回答 如果沒有回答的話 你應該就是我不會了 今天的視頻就是這樣啦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點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哦 對動你石頭 是給我最大的動力 還有購買我的DUDE調查人包 幫你一鍵調出網紅照片 可以點擊以下連結購買哦 我們下次見 拜拜